高雄一名骑士从住家出发 骑车要到彰化找朋友 结果不小心逆向骑上西滨公路的高架路段 辖区警方获报之后赶紧协助引导骑回平面道路 而另外一个惊险画面出现在苗栗 一名执行骑士在接近路口处 看到前方有机车迎面而来 疑似紧急刹车不慎自摔 结果违规逆向的骑士还直接骑走 骑士来到路口停等红灯 没想到却有一名富人一路逆向骑来 过没几秒钟碰传出巨大声响 后方另一名执行骑士 疑似被逆向机车吓了一跳 急刹后自摔 但违规的富人却当没自己的事情 催油门离开现场 逆向富人不顾其他佑路人的呼喊 居然还绕过摔车骑士扬长而去 辖区警方获报立即前来处理 将透过行车画面通知当事人导案说明 疑似是一辆 普中机车有逆向行驶的形式 而案内事故车辆会闪躲 而进而有发生事故的部分 惊险逆向画面也出现在台61线 西兵快速道路云林段 一名77岁阳性骑士 居然沿着内侧分隔道 逆向往前行驶 不少驾驶都被眼前场景吓出一身冷汗 南极市第一时间被蓝亭还反问远警 是我骑错了吗 警方经过一番解释 先协助引导骑回平面道路 并将他带回派出所 由于违规属实将依法开罚3000元以上 6000元以下 索性及时被发现才没有眼神意外 接着张杰公正义苗栗云林综合报道